据媒体报道,2019年6月1日,无锡费玉清参加告别歌坛演唱会。 演唱会中,费玉清深情歌唱,开心地讲段子,博得了现场观众振振喝彩之声。 其中,小哥每唱一首歌喝一口水,也让观众折服不已。 演唱会即将结束时,费玉清歌唱到寝身之处,有些激动不已,一度哽咽不要累,不能唱歌。 也让观众为之感动。 63岁的费玉清出道近46年,去年9月的时候,她手写亲笔信,宣布将于2019年巡回演唱会结束后彻底封卖,正式退出演艺工作。 小哥自小,生活清贫,因此21岁开始就在酒吧唱歌谋生。 她声音干净剔透,一副永远穿着笔直西装冰冰油里的样子,成为了费玉清经典形象。 非凡娱乐史实报道。